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研究机构Counterpoint日前报告显示,2023年第四季度台机店独占全球晶圆代工市场61%份额,位居主导地位。 三星受益于智慧型手机补货和三星Galaxy S24系列的上市预购,保持第二名,市场份额14%。 联电格罗芳德市场份额约6%,需求低迷和库存调整,尤其是在汽车和工业领域,影响了这两家公司,进而对2024年的目标预期保守。 中芯国际排名第五,占据5%份额,预计短期内智慧型手机相关元件的需求将增加。 按制程节点划分,2023年第四季度,在人工智慧AI的需求推动下,5奈米4奈米节点,占据26%市场份额,占比最大。 7奈米6奈米制程,占比13%,排名第二,这主要来自于入门级智慧型手机晶片。 当前最先进的3奈米节点,占据9%份额,需求主要来自于iPhone 15,TOWMAX所搭载A17 Pro晶片。 其他制程领域,28奈米、22奈米以及16奈米、14奈米、12奈米制程,占据约9%的份额。 前者主要受惠于智慧型手机,带动下Amolead DDIC显示驱动晶片的需求增长。 Counterpoint同时公布了2023年第四季度,全球晶片公司收入榜单。 英特尔、三星、徽达,位居前三。英特尔市场份额达11%,主要归功于消费级计算业务部门的正常化。 该部门实现12%的季度增长。 博通位居第四,受益于大型企业对人工智慧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。 SK海力士得益于存储晶片复苏,本季度收入连续增长。 高通、AMD季度营收也实现了增长,分别位列第六、第七位。 然而,台湾花莲县海域日前发生7.3级地震,为过去25年来最强的一次地震,为半导体行业带来一些杂音。 除花莲县附近,台积电位于西部的厂区也受到了影响。 新竹、龙潭与竹南等科学园区的最大震度为5级,台中和台南科学园区的最大震度级则为4级。 受此影响,台积电部分晶片生产线停产。 台湾在经历403花莲强震之后,针对花莲地震最新情况,除了位于镇幅较大地区的部分生产线,需要较长的时间调整校正,以回复自动化生产外,台积电感谢公司同仁及供应商伙伴的共同努力,台湾晶圆厂内的设备已大致复原。 其关键及紫外曝光设备EUV安全无余,而且在4月3日大地震的10小时之后,产能恢复到了70%或80%,然而地震及其余震并没有让生产设施完全毫发无损。 台积电并提到,正在全面检查此次地震所造成的影响,同时持续与客户保持密切联系,并适时沟通相关影响。 根据市场消息,地震中断和造成的损失将使台积电损失约6200万美元。 其中,虽然EUV机器没有损坏,但工厂的横梁、柱子、墙壁和管道在地震中遭到损坏。 但对此,台积电方面并没有确认。 台积电还表示,全年业绩展望,以美元计仍将维持1月法说会展望, 全年营收预计成长低至中断20位数,low to mid-twenties百分比。 对此,熟悉该公司营运的市场人士表示, 台积电位于台南量产N3制程的晶圆厂和位于新竹的另一家晶圆厂, 在地震当下受到了相关的损害。 在台南量产N3制程的晶圆厂的部分出现横梁断裂、色谱管损坏、研发实验室墙壁破裂的情况, 而新竹晶圆厂的部分则是有晶圆受损、管道破裂的情况。 但尽管如此,最重要的机器,包括EUV设备等并没有传出损坏的消息。 事实上,建造现代半导体工厂时采取的预防措施似乎已基本发挥作用。 台积电和其他在1999年遭受地震严重影响的产业都已经采用了抗震管理措施。 因此,相关的半导体生产建筑物都是为了抵御台湾常见的地震而建造的。 此外,最昂贵和最敏感的机械则是以特殊的方式安装, 目的在进一步使其免受冲击、颠簸和震动的影响。 包括美光在台中的存储器工厂,就是采取了相类似针对机器的额外预防措施。 虽然先进的现代晶圆厂可能承受住了地震,且受到的严重损害相对较小。 但重要的是,有许多支援业务和营运可能面临更严重的破坏。 因为晶圆厂还是需要持续可靠的电力以及精炼空气、水和化学品来保持平稳生产运作。 目前,在台积电产能已经大致恢复的情况之下, 这部分的供应与支援当前应该也维持正常当中。 Trendforce集邦咨询指出,由于本次地震,大多晶圆带工厂都位属在震度四级的区域,加上台湾的半导体工厂多以高规格兴建,内部的减震措施都是世界顶尖水平,多半可以减震一至二级。 以本次的震度来看,几乎都是停机检查后迅速复工进行,纵使有因为紧急停机或地震损坏颅管,导致在线晶圆破片或是回损报备。 但由于目前成熟制程厂区产能利用率平均皆在50%至80%,故损失大多可以在复工后迅速将产能补齐,产能损耗算是影响轻微。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,4月上旬到访熊本县,并前往台积电熊本工厂进行视察,与台积电总裁魏哲家交换意见,并针对前几天发生的花莲地震表示慰问。 台积电高管表示,该公司将在日本九州熊本县居阳亭设立第二家工厂。 岸田文雄指出,台积电熊本厂对整个日本都有着极大的涟漪效应。 不只是对半导体产业,对电动汽车等业界来说也是举足轻重的影响。 目前,台积电在日本建设的首作工厂,也就是台积电熊本工厂,于2022年4月动工, 于今年2月24日正式开业,主要以生产22奈米28奈米和12奈米16奈米为主,月产能5.5万片。 熊本第二工厂预计将于2027年底前开始营运,规划生产6奈米等先进制程。 日本政府将向台积电将熊本第二工厂提供约7300亿日元的资金补贴,而第一工厂可以获得最高4760亿日元的政府补贴。 根据台积电已经公布的第二工厂建设计划,加上第一工厂总投资金额,预计将超过200亿美元币。 由此可见,未来台积电全球快速布局后,对于地震的侵扰将会越来越从容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